日本航空运动协会16名会员 昨天在屏东赛家玩飞行伞的时候 一名79岁的老翁翁被气流吹到了三地门 惊险迫降在高海拔的树上 一起飞行的教练发现人不见了 立刻用了定位系统找到人 但是因为他的位置呢 在高海拔的山区路又不好走 消防局货报出动了直升机吊挂 才赶在黄金72个小时把人给救下来 直升机降落机场 79岁的中酒墓被救务人员搀扶 缓缓走下直升机 饿了一天看得出人饱受惊吓 还好人送离后短暂休息并无大碍 4号下午日本航空运动协会16名会员 在屏东赛家玩飞行伞 突然一阵气流吹来 中酒墓的飞行伞被吹到三地门500公尺高海拔 为了安全 中酒墓紧急迫降 却卡在树上动弹不得 山区风向也比较乱 风的影响最大应该处于失速的问题 当时紧急迫降相当惊险 还好中酒墓有19年飞行经验 加上身上有水 撑了一天后直升机吊挂救援成功 这次的经验恐怕让老人家终身难忘